一来二去 两人声音都有些大 两个院子离得不远 修仙之人耳力极好 这些话 清衡君等各位家主听得一清二楚 灭明觉怒狠拍拙 自从上次被魏英救过后 对他都是高看一眼的 现在竟被这样说三到四 狂徒小儿 我倒要看看 是谁如此不知好歹即刻提起霸下就出去了 身后当然跟着几位长辈 金光扇面色格外阴霾 隔着一道院墙魏英哪能听不到 这种辱人清白之词 甩开蓝湛就要往那边走 蓝湛知道他的性子 若是没个说法糊弄过去 只怕欲杰于心 就小心护着跟着走了 越近声音闹得就越大 到了就看见金子轩禁锢着金子轩 还捂着他的嘴 几个长辈也一同前来 抱衫看见魏英脸色不佳 上前安抚阿县千万别听这些 误会之词 师父定给你的说法 这位金家公子出口伤人 饶我徒儿运中思绪 金宗主 你看该怎么解决呀 清衡君也一脸严肃 透露着隐隐杀气 金家真得好好整改一番了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自傲清高的人 根本不配修宪 这些话还不知是不是第一次说 若传了处曲 脏了 阿县清白 该当何罪 金光扇当然不会为了个旁之 得罪兰家和报山这两个家族 心里咒骂着金子轩 平时在家挥霍度日勤楼储管的 也就罢了 现在出门在外 还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非得醉了胡言乱语 这金子轩我一定狠狠责罚 旧 废除户籍 退去灵力跟金家戍法 从此是死是活与我家无关 只做个下等贱民来赎罪 各位看这样安排 可好 话都说到这份上 大家当然没意见 可魏英还是没个笑脸 只单淡然地说到各位宗主长辈 或是我的平辈朋友们 魏英再次想说 我与蓝湛两情相悦 从来没有过联姻 就是这么单纯的关系 我二人门当互对不分嫁取 相辅相成同气连之 自我怀孕后 也对肚子里这个小团子很上心 这是我和蓝湛的血脉 希望日后 不要再听见 一切侮辱我和侮辱蓝湛的话 这话不是针对金子轩的 还有那些表面恭敬有礼背的 说三道四的小人 金光扇心中不安擦拭着 额尖的冷汗者 真是对不起魏公子了 从今日起我金灵台乃至蓝灵 所控制的一切范围内 绝对没有不利公子 跟韩光君所言 金子熏晕绝过去 被门声台下山 还扒了他金星雪浪的家福 聂怀桑又火同几个 跟魏英关系好的小辈 狠狠打了那人一顿 不一会下来就剩半口气了 临走时都往他身上吐了口水 好不恶心 路过之人唯恐避之不及 魏英因此动了胎气 又要喝药 眼睛红扑扑的 让蓝湛心疼极了乖 快些喝了这安胎药 大哥说你此次情绪动荡 还需巩固一番也怕刚刚轻毒 如此动弩 胎像不稳 另一只手拿出早就备好的秘剑 蓝西辰知道他这位弟媳小孩心性 最害怕苦味要善 所以给配的也比平时淡了些 魏英皱着眉头 一口气喝了真是气死我了 他竟然敢当众这么说 我知道男子有孕难得 世间罕见 没想到还是让人 魏英蓝湛打断他自怨自艺的话 塞了颗蜜剑 这只是小部分人的想法而已 他们心中有偏见 所以看人也不单纯 切勿多思了 你的身子要紧 有蓝家跟仙师为你撑腰 绝对不会再有这些话了 魏英被哄了好一会 也就不在意了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旧事 吞去外衣和蓝湛交紧而握 蓝湛看着怀中人的睡颜心都要化了 他从小许下心愿 要护人安康喜乐 现在魏英就在身边 父亲也出关处理族中事务 日后还会有个小团子叫他爹爹 这么美好的生活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度画仪式当然不能叫魏英操心了 抱山修为深不可测 一个乱葬岗有画愿灵这样的圣物相辅助 还有金光浮沉的封印之术 几家大族们用灵力在山下开阵法 这样下来不仅封印了乱葬岗 还度画了一部分 就算日后冲破封印又像前几日那样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聂明爵在催动时被刀铃反噬 呕了口血 几个家主上前慰问都被他挡了回来 只说自己没事 最近太累了而已 只抱山看出端倪 悄悄把聂明爵拉到一边 隔了绝音服聂宗主 是否最近心绪不定 霸下有意 聂明爵先是惊讶 然后想着抱山不是那种多话的人 就承认了不瞒先师 我的确被扰多日 不知道可有解决办法 聂家人力气和杀气比较重 几乎每一任家主 都是走火入魔后 暴体横死的 而且生前性格暴躁 与修炼的刀法 和聂家血统出身有关系 所以聂明爵格外暴躁 抱山当然有办法 他也愿意给聂家脸面 毕竟人家在外也帮魏英说过不少好话三日后 灭宗主亲自来我抱山仙府一趟 我定给你施法镇压 不知是否可引出些刀中力气 灭明爵一听有办法可以解决 真是千恩万谢 若真解决了 那可是他们一整族的姓氏啊 心里更加敬佩 如此舍己为人良善的境界 也指他可以教养出魏英这样天降奇才 性格纯净 出于泥而不染的少年了 又想起自家弟弟不成器的样子 明明也跟着人家身后玩了一阵 倒丝毫没长进 真是愧对祖先啊 因为金子勋的出口伤人 导致魏英又多喝了几日药 天天在云深不知处 与兰湛斗智斗勇 听闻他那一旁之 因为连累金家生活过的艰难 而金子勋本人自从被扫地出门酒醒后 还去闹过一两回 哭喊着叫金夫人伯母 被炒烦了 又怕他去找兰家麻烦 就派遣几个门生暗地里下了药 横死街头 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魏英最近无聊得很 在静视中看兰湛处理小辈们的业劣笔记 盯得入神 随口问道二哥哥 听闻将二夫人也有运了兰湛抬头看了一眼他 轻声回答后又继续处理文书问 比你月份小些 魏英得到回应 开始喋喋不休说起来说实在的 江二夫人真是不错 和善可亲不说 还时常让人带些酸性肝来 给我压一压孕中恶心 只是 他并不是修道之人 生出的孩子可能天赋差些 真是可惜 蓝湛却不这样想 放下笔 开始收拾桌案人品比天赋更重要 江家已经有个例子了 若有天赋没人品 岂不带来兄弟戏强之祸 江二夫人内外治理有序 就算孩子天分不高 也是有第二条路走 安稳富贵一生的 只是敌数之分 只盼他的孩儿出生后 可以不被人拿身世奚落魏英 曾被叫过家仆之子 就算到了今天 那俩母子见到他 还是改不过来 但魏英有人撑腰 且不在意这些闲言碎语 总会有人帮他处理好一切 可那个孩子谁来帮呢 西音说到底是个妾室二房 权力再大 也改不动人心 蓝湛坐到床边 安抚着自己 运中多丝的小妻子 用宽大的手给人顺毛 从头到腰尾苏马感 一下传遍全身 做人心中善良 问心无愧便好 将大小姐现如今治理旁之 管家理账风平极佳 你看只要放下心中执念跟偏见 总会看到新的光景 魏英刚想说话 就感到一阵恶心 肝呕几下 只吐了一点酸水 蓝湛慌忙起身拿了杯子 让人数口魏英 切勿多思劳神 男子怀孕本就不易 这些天出了太多变故 还是顾好自己身体为重 我让人请医师过来 我让我的终于 感谢观看